3C雕塑土的包装主要就是一罐一罐的 这30公克一罐将五个颜色合装起来 红黄蓝就黑白 这个是主要的颜色 然后附色呢就是这一些也是常用的颜色 你也可以自己调出来 可是你调的话有时候没有办法这么漂亮的色彩 直接的色彩比较漂亮 那你如果说补充包的话 我们是大部分就是60公克的包装 那你也可以买个补充包 像白色的黄色的经常都需要补充 那你如果调色参考呢 你也可以看我们这个这两本书里面 都有一些调色的那个怎样调出来 这两本书里面都有调色的方法 3C雕塑土它是水性的 最重要就是要保湿 保湿那你用完以后这个塑胶袋都要包好 然后包就是要锁紧 如果你可以滴一些水进去的话 滴一些水进去的话再锁紧 这样可以保湿的那个可以使用的年限就比较长 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 那你如果没有锁紧 没有包好 一个礼拜一个月可能就干掉了 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要一点点的水 还有那个湿纸巾 这个都是必备的一些材那个物品 那你制作雕塑土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用那个湿纸巾给它盖住 那你如果说觉得它有一点干 你沾点水 沾点水揉一揉 可是如果说寒流来的时候那就没办法了 寒流来的时候人也都不想动了啊 寒流来的时候就是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做 那你这样子薄薄的 再沾一些水 比较好比较好捏 然后你就直接给它黏住就可以了 压住就就就就黏住了 那你 可以用你的厚纸板设计出你要的形状以后 再给它弄一层土 包起来 这个作品就变得很坚固 你看这个都是 后面就是一张厚纸而已 那这个面具就可以戴很久 你拉拉扯扯不会坏的 这个就是一个特色 想做一个水滴型的小杯子呢 那你就有一张纸 就这样直接放上去 然后用力的把它擀薄 不沾胶也不沾水 你这样子用力的擀 干了以后就黏得很好 黏得很好 黏好了以后呢 你就凹出你药的形状 我们就凹出这个水滴型 那黏这个旁边这个耳朵 我们也是沾一点水 就是这个干了以后 你要黏住这一个 你只要沾水 压一下它就黏住了 不需要沾白胶 因为白胶 你沾了白胶干了以后就脏脏的 只要沾水 它干了以后就是很干净 那你想要做什么形状的容器都可以 那你如果说要翻软的胶膜的时候 你把涂直接放进去 直接放进去压一压 那你要修饰旁边的 那你如果直接要拿起来也可以 可是我建议你还是放在这个 建议你放在这个 这个木板上 然后你用力压 压住以后再缓起来 这样子整个让它 这个底都是平的 这个背面都是平的 这样子 那很好脱模子的 像有一些土它没有办法做天鹅 像譬如说天鹅它的脖子很长 细长 那你 它没有办法挺立起来 就是会这样倒下去 可是我们的土不会 它就是可以很挺的 很挺的 这个翅膀 你怎么捏它就是怎么定型 它就不会再恢复到你不想要的形状 就是很很立体的 那这个像这个细细长长的 你没有用力去摔它的话 它不会怎样子 有一些土 它久了以后 这个就会怪怪的 好像有时候碰到水就融化掉了 那这个我们这个作品不会 它就可以永久保存 这个都是跟纸的结合 可以做的很多东西 那景气不好的时候呢 那你作品做纯粹装饰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需要了 那我们都是拿来 我们山西雕塑土就是拿来做那些实用的 你看这个包包 这个袋子呢 手提的也都是黏土做的 这个都是 这个都很坚固 我拿了三四年也不会坏 可是会脏啦 脏的话我就想办法洗 我不会把它泡在水里面 泡在水里面就不行了 那你要泡的话 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可以 你酒泡的话就不行 那这手机袋 你看都是很实用的 那你想想看 这个听它的声音就知道 它是很坚固的 你可以用水洗啊 那我们的图呢 可以擀得很薄 譬如说你要做这个女生的裙子 这个都是薄薄的 衣服都薄薄的 那你不需要抹什么油啊 你如果抹那些什么 那个像素质图 你抹了一些什么 什么婴儿油啊 那你抹太多的话 你可以就是可以擀薄 可是等你擦颜色的时候 像这个要擦颜色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没有办法擦颜色 你可以擀得很薄 可以擀得很薄 擀得很薄 以后你拿起来 很轻易的就可以拿起来 如果是超清楚的话 那你根本拿不起来 这个 我们做康乃鑫就是 这样子薄薄的 这样子 都可以很轻易的拿起来 还是 就是一块 完整的一块 完整的一块 我可以做到的 了解 我可以做的 这些东西 我可以做的